喜欢的话 青响玲又有反转了 节目里签手的CP全是剧本 白玫瑰茉莉合体直播狂撒糖 小叮当去拍BLG了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局 喜欢的话 青响玲的大结局 大家都觉得很难接受 也有不少姐妹说 结局的选择是剧本 既然都说到这了 那我当然要去搜一搜每位嘉宾的后续如何了 所有嘉宾的社交账号都会放在视频末尾 一定要看到最后啊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 梅花卢和茉莉线下并没有在一起 他们俩在节目里签手成功 只是为了奖金和剧本 之后哪怕合体接受采访也是不太熟的样子 主持人问他们俩对彼此的出印象是什么 梅花卢说 茉莉笑眼很好看 而茉莉说的是 我近视度数太高了 啥都没看清啊 光听别人说她长得帅了 这个回答真是情商拉满 真要翻译一下不就是没啥具体印象吗 他们俩提到节目里的心动片段 也跟失忆了一样 两个人的脑电波完全对不上 接着的片段也是鸡同鸭讲 但是他们为了营业还是很努力的在尬聊 这钱赚的也是太不容易了 到最后梅花卢干脆叫姐了 茉莉也是连碰一下梅花卢的肩都小心翼翼 这个相处状态就连说是朋友都很勉强啊 茉莉一提到跟其他人有关的话题就多了起来 她说自己经常会跟泰山打电话 还会跟白玫瑰见面 一起吃饭喝酒 总而言之就是变亲密了 背问到奖金是怎么花的 茉莉直接承认 先是拿去吃了好吃的 然后就各自进了口袋啊 姐啊要不要说的这么实诚啊 他们俩拿了钱之后都去了日本旅游 但是是各玩各的 就连目的地都不一样 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行程 能够部署到这个地步也是很福气了 在节目播出之后 梅花卢的因子也受到了很多非议 咱也不知道梅花卢是不是被网友给骂破防了 现在好多在他账号下评论的网友都被他拉黑了 而那些网友的评论也并不过激 只是发了一句 You win 或者是 Say something而已 以及其实九尾狐真正喜欢的人就是恰恰 节目组把他的这一条感情线完全剪没了 九尾狐从一开始就说过 也会对女生心动 在节目里的所有镜头 基本都在和恰恰贴贴 他虽然把爱心偷给了小叮当 但在后彩中也承认 小叮当其实是第二选择 如果在完全同等的情况下 选一个人去无人岛的话 他会选恰恰 他经常和恰恰待在一起 却又担心思被发现了 会让恰恰不自在 所以就只能在一些小事上接近 比如洗碗 聊天 还有各种自己接触 然后他还很隐晦的说过 睡着的人是他的取向 感觉有点性感 而当时睡着的人 只有恰恰一个人 之后九尾狐也承认 对节目里的自己很无语 虽然没什么效果 但他其实已经很努力了 一起洗碗 也算是他的一种追求手段 虽然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但他在下车前 也曾下定决心 对恰恰致敬 天哪姐妹们 这又是什么激恋值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的 绝妹逼一系码 节目组 看看你做的好事啊 然后再来说说 本节目最大笑点 泰山 他下了练宗之后 又去参加了一个 竞技类综艺 体能之电 这个节目 我的频道也有解说 感兴趣的姐妹 也可以去看看 恰恰和泰山这一对 也是下了节目 就没有然后了 现在恰恰的因子 都是一人独美 这个练宗对于他们来说 应该也只是一个通告而已 双开门的职业 是健身教练 然后还开了一家 网红咖啡店 很多网红和练宗嘉宾 都会去他店里打卡 最意外的是 他居然和单身级地狱 第一季的男一是好朋友 节目结束后 他和泰山 还都有单独见面 强女人的情敌 可能是假的 但哈尔兄弟的兄弟情 绝对是真的 而小叮当 已经和各位女嘉宾 混成了姐妹 莫莉和白玫瑰 还去他家一起看了节目 还拍了合照 感觉关系还挺不错的嘛 而且小叮当 还去拍了BL电视剧 名字叫宇宙面包店 看样子在里面 也是演的可爱小兽 突然一把子期待住了 然后再来说说 最反转的白玫瑰 和莫莉这一对 他们虽然在节目里 并没有牵手成功 但在线下的互动 实在是太多了 简直就是把 唐嬷嬷嘴里塞啊 节目播出期间 白玫瑰疯狂点在 两人的CP双人图和画作 这下就不多说了 白玫瑰还专门 看了一个小号 发狗狗的照片 莫莉也是经常去评论 莫莉在评论里问 梦莉去散步了吗 白玫瑰恢复的竟然是 梦莉有漂亮姐姐 莫莉问 小狗的性别是弟弟吗 白玫瑰依旧说 嗯 是男孩 喜欢漂亮姐姐 这个话也说的太暧昧了 到底是狗狗喜欢 还是她喜欢 但就不知道了呀 他们俩2月10号的 那一场双人合体直播 也是全程发糖 一个半小时里 每一秒都是精华 他们两人的关系 看起来是真的很好 整个过程中 莫莉的脸也是 肉眼可见的越来越红 之前有CP粉说过 他们俩相处时 很像骷髅米和梅乐蒂 他们直播出场的时候 就真的拿了这两个玩偶 不得不说 还得是韩国人懂营业啊 粉丝想看什么 全都给拿捏住了 两人虽然相差了5岁 但依旧很亲近的讲半语 但莫让玫瑰叫一声姐姐 莫莉都被她叫害羞了 两个人变亲之后 莫莉给玫瑰 推荐了很多电影和音乐 他们还一起去看了电影 每次出去玩 到了分开的时候 白玫瑰都会给莫莉 塞好多好多零食 就像哆啦A梦一样 白玫瑰的音色小号 就是莫莉建议她开的 粉丝说想看看玫瑰的耳饰 玫瑰凑近镜头展示的时候 莫莉就在旁边帮忙撩头发 还有粉丝问 白玫瑰夜宵想吃什么 两人都很有默契的说 想吃软骨 白玫瑰随口说了一句 一起做朋友吧 莫莉突然诡异的沉默了好几秒 感觉她对白玫瑰的贼心不死嘛 双客们在直播间里 问他们俩的理想型是什么 白玫瑰说外貌不重要 看得顺眼就行 最重要的就是性格一定要合得来 要是在一起会很愉快很舒服的那种 而莫莉就直说了 我会看脸也看性格 如果那个人有我身上没有的特点 那会很有魅力 比起相似的人 她更倾向于完全不同的人 莫莉说自己喜欢特别的人 白玫瑰还吐槽说 你本人也有点特别啊 莫莉默默说 你比我特别啊 他们俩真的不是在暗示什么吗 莫莉的脸都快红透了耶 莫莉还提到 录完节目后 带大家都去了双开门的店里喝酒 玫瑰的酒量很好 大家都喝醉了 只有玫瑰还没醉 关于美女的反差感又增加了 但莫莫他们穿的是一样的衣服嘛 白玫瑰直接说 是情侣装哦 我们配着对买的 还有那两个娃娃 也是为了这次直播做的准备 真不是我说 这个准备的也太周到了吧 然后他们俩还在屏幕前 比了比手的大小 莫莉就连手掌心都是红的 之后莫莉无意中伸出手 玫瑰下意识的就要去牵 结果莫莉又把手收回去了 这个要牵不牵的拉扯感也是很绝了 小姐妹之间牵个手又怎么了 你在担心什么 莫莉还提到 自己最喜欢玫瑰的穿搭 就是第一天看到的那套白色的 然后最后一天的黑裙子也很喜欢 而玫瑰觉得 莫莉第二天穿的白色 有蓝色图案的那件很好看 然后黑色背心也很不错 我真是太佩服他们俩的记忆力了 连对方每天穿的衣服都还记得 那为什么莫莉对梅花露的第一印象 就是近视看不清呢 白玫瑰在节目里看着还有点端着 但在这次直播里就完全放开了 还会告诉大家 她每天都直接叫莫莉的昵称 还经常给她发好玩的 故意拿她年纪大来开玩笑 比如听说这些事 是上了年纪的人才做的呢 莫莉听了这些话 也只会小声说够了 玫瑰说莫莉想干什么 自己都想跟着一起 莫莉又害羞到快要出话了 白玫瑰还提到 自己虽然也喜欢帅气的男艺人 但是更喜欢漂亮的女艺人 因为想去跟随他们的风格 这个答案真的很容易让人怀疑 玫瑰到底是不是铁织女 然后粉丝还提问他们两人 是选我喜欢的人 还是喜欢我的人 莫莉选了喜欢我的人 然后一直看着玫瑰 玫瑰也看着莫莉说 我也是 我本来是选我喜欢的人的 会有那种双向奔赴的愿望 但是最近如果有人说喜欢我的话 我会回头看看的 然后莫莉听到这句话就笑了 家人们啊 最近说喜欢她的人不就是莫莉吗 然后他们为了让粉丝截图 还专门摆出了笔心的姿势 果然没有人比韩国人更动营业 不管他们俩是姐妹情还是激情 都太好课了吧 从整个直播的感觉来看 他们现在每周都会见几次面 对彼此的性格和喜好也很了解 确实是从节目里发展成了线下的好姐妹 当然也有很多粉丝觉得 他们现在就是没有官宣的暧昧期 也认为莫莉对白玫瑰的感情依旧不单纯 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平讨论 然后所有嘉宾的社交账号 我也都给姐妹们查到了 感兴趣的姐妹可以暂停截图 看我找资料这么辛苦 还不给我点个赞 评论关注支持一下吗 大家还想看我讲什么综艺 也可以告诉我 大家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